这部电影在法国取景拍的却是越南故事 它被誉为东方世界的灰姑娘 越南版的童年往事 一起来看导演陈英雄的成名之作 越南三部曲之首 青木瓜之味 草木低脆 雾色葱龙 左窝挂绿 四季缠名 1951年的西贡 有欧式的白狼柱 也有镂空的木栏杆 斑驳的墙皮告诉我们 这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这是一个关于三代人的故事 因父亲过世 年仅十岁的小梅 不得不撑起家庭的重担 孤身一人到大户人家做仆人 于是那天晚上 她灼着一身破衣烂衫 走进了一个奇怪的家庭 这个家庭 有个自求于阁楼的老太太 有个整日最新弹琴的男主人 有一个一脸苦相的女主人 还有三个性格各异的小少爷 清晨 小梅被一阵鸟蹄吵醒 家中老仆已经洒扫了院子 准备做早餐 小梅巴拉在窗台上 看她摘下一个青木瓜 白色的枝叶从瓜地滴落 像是不欲生命的母乳 最先被讲述的是母亲们的故事 小梅跟着老仆学做菜 做好的菜分成三份 一份端给老太太 一份送到大厅里 最后一份给自己吃 这部电影我也分成三份来讲 一份讲老太太 一份讲男女主人和孩子们 最后一份留给小梅的故事 老太太是男主人的母亲 青丝渐渐变成滑发 她已经老去 总是穿着一身黑衣 她将自己囚禁了七年 每天坐在阁楼上 打坐念经 连吃饭都不下去 小梅送饭时 见到了老太太的佛刊 上面供奉着几张遗像 有两张最显眼 一张是个俊秀的青年 一张是个大眼睛女孩 这个俊秀的青年 就是老太太的丈夫 而大眼睛女孩 则是她的孙女 也就是男女主人的女儿 小桃 小桃是病死的 男主人曾有一个坏习惯 每隔一段时间 她就会带上家里 所有的钱财 离家出走 挥霍一空之后再回来 七年前 她第三次离家出走之后 小桃生病了 整整十四天高烧不退 女主人心急如焚 却没前一智 最终 在男主人回来的前一天 小桃病逝 小桃死后 每隔一阵子就会消失的男主人 也再也没有出过家门 本就因为丈夫去世 开始吃斋念佛的老太太 也彻底进足不出 生活回归了平静 小梅来到这个家后 每天跟着老仆学洒扫 学做饭 学种菜 病脚被汗水打湿 黏在额头上 小梅飞快地成长 一天下午 她晾衣服时 一个老爷爷隔着栅栏叫住了她 老爷爷望向阁楼 她问小梅 这个时间老太太差不多该念经了 她最近身体还好吗 小梅老老实实地回答 从此这样的问候就成了日常 有时候 老爷爷还会给小梅带个大甜瓜 老爷爷和老太太是青梅竹马 从第一眼见到老太太的时候 她就喜欢上了老太太 但老太太丧夫三年之后 依旧不愿再嫁 此后 老太太多次搬家 老爷爷就跟着老太太一起搬 如此 两人才有机会见见面 以前她还能在马路边碰见老太太 打个招呼 说上两句话 但七年前小桃死后 老太太再也没有下过楼 老爷爷也再也没有见过老太太 她只能每天仰望老太太的阁楼 尽管如此 也并不妨碍她爱老太太 这是小梅从老爷爷身上学到的第一课 爱是情深 亦是常情 日复一日地问候 小梅和老爷爷的关系 渐渐亲密 成了好朋友 如今老爷爷和老太太年纪都大了 指不定那天就撒手人寰了 老爷爷最大的愿望 就是在永生之年 再看一眼老太太 她希望小梅能想个办法 把老太太哄下楼 让她偷偷瞧上一眼 小梅却问老爷爷 你怎么不上楼去见她呢 你要是躲起来 她就见不到你 这是两代人不同的爱情观 小梅比老爷爷更加勇敢 在小梅的鼓励下 老爷爷走上了阁楼 却在楼梯口驻足 她遥遥望着老太太的背影 高兴地几乎要哭泣 但她没有哭出声 老太太依旧自顾自地敲目于 她可能都不知道 老爷爷曾经来过 老爷爷仰望的身影 给小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老爷爷用一辈子的深情 教会小梅 喜欢一个人 不一定要和她结婚 能生活在她身边 偶尔见见她就足够了 至于老太太到底知不知道 老爷爷的爱意呢 她又是怎么想的 这谁知道呢 这个家有个足不出户 不苟言笑的老太太 也有一个一言不发 只会弹琴的男主人 小桃死后 男主人再也没有离家出走过 生活如流水一般平静 对于女主人来说 这并不是痛苦的终结 而是痛苦的延续 她和男主人 虽住在同一屋檐下 却被一把琴拉开了距离 男主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是弹琴就是和大儿子阿忠合奏 小梅到达这个家的那晚 女主人特意告诉男主人 家里来了一个新女仆 而男主人却面无表情地弹琴 连个眼神都不愿施舍 女主人又说 如果我们的女儿还活着 那她应该和小梅一样大了 都说时间会抚平一切 可时间并没有抚平 女主人的丧女之痛 比丧女之痛更痛的 就是男主人的末世 她说 别提了 女主人从未得到丈夫的爱 她一手握着不曾拥有的委屈 一手提起失去爱女的沉重 艰难生活 她经营着一家布匹店 赡养老人 包养丈夫 抚养三个孩子 撑起了家里的柴米油盐 大儿子阿忠 眼光帅气 擅长音乐 常和男主人合奏 二儿子阿叔喜欢看书 总是静静地端着一本书 坐在角落 小儿子阿天 最是调皮捣蛋 每天都要捉弄小梅 或是在小梅擦地板时 故意把水桶弄洒 或是拿个老鼠吓唬小梅 然后借机弄脏小梅 刚洗好的衣服 她很顽劣 但并不能对小梅造成什么困扰 因为每次阿天一恶作剧 阿叔就会板着脸 像个老父亲一样教训她 而且女主人对小梅十分包容 因为小梅太像她的小女儿了 只是静静瞧着小梅的侧脸 女主人就会不自觉地笑起来 她会特意吩咐老婆早上不要叫醒小梅 让小梅好好睡个懒觉 这可把老婆羡慕死了 她对小梅说 像你这个年纪可以不起床 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这就是老婆这代人的悲哀 他们在男犬的压迫下成长 从幼时到老年 从劳动到生育 被剥夺快乐和自由 被压榨所有的价值 有次小梅擦瓷瓶时 不小心打碎了一只 女主人最喜欢的花瓶 小梅吓得动也不敢动 女主人却只是摸摸她的头 安慰她别放在心上 然后吩咐老婆过来帮忙打扫 老婆剪着瓷片叙叙叨叨 你运气太好了 这都不会被怪罪 这可是古董花瓶啊 小梅忍不住哭泣 她只是一个出身卑微的灰姑娘 何德何能被如此包容 在阿天的捉弄中 在阿淑的袒护中 在女主人的包容中 在男主人忧伤的琴声中 小梅跟着老婆学洒扫 学做饭 学种菜 并角的头发被汗水粘成一缕 粘在脸上 小梅飞快成长 她端着碗 仔细观察蚂蚁搬运魔花 她一脸眉灰 偷看蛤蟆搬家 她拿着皮鞋寻找蟋蟀的老窝 白天玩得开心 晚上睡得安稳 而男主人却在日落之后 穿戴整齐走出了家门 直到月上之头也没有回家 女主人急忙打开了钱盒子 里面空空如眼 男主人又离家出走了 男主人的离家出走 给这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家中无钱无米 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女主人将自己的耳环交给老婆 让她当了买菜 顶个三五天就行 不匹店赚钱之后就没有问题了 但偏偏因为战乱 不匹店的生意也不好 好几天过去了 只卖出去了两口棉线 家里眼看就要揭不开锅了 老婆教小梅 做饭的时候多放点盐 咸一点的菜更下饭 能够节省开支 渐渐的家里连菜也买不起了 老婆又将目光投向了饱满的青木瓜 青木瓜去皮 将清香的果肉刮丝凉拌 就是一道美味的小菜 小梅小心地摘下一颗青木瓜 瓜地立马流出了白色的枝叶 就像母亲的乳汁 巨大的青木瓜 刮出了一盘菜之后 还剩下一大半 小梅好奇地将剩下的青木瓜抛开 雪白的瓜瓊 包裹着晶莹剔透的种子 一颗颗小圆球是蕴含着生命的卵 它们都装在青木瓜的肚子里 这种平平无奇的瓜果突然有了意义 它像一个女人 像一个母亲 像一个奉献了所有 孕育了生命 忍辱负重的母亲 青木瓜还有很多 可老婆却吩咐小梅 将多余的青木瓜丢弃 月色皎洁 阁楼上却传来一阵 呵斥和压抑的哭声 老太太将男主人的离家出走的原因 归结到女主人的身上 她埋怨女主人的无能 不能抓住男主人的心 也不能留住男主人的人 可是她还能怎么做呢 她挣钱 她养家 她小心翼翼地给男主人欺茶 她替男主人赡养老人 若怪她容颜苍老 可她年轻靓丽的时候 男主人也不爱她 是日积月累的辛苦和伤心 消磨了女主人的年华 她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努力 错不在她 可她只是无厌 承受了老太太的责难 女主人虽有自己的事业 可她与自求于阁楼的老太太一样 无法跳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在孕育种子奉献出瓜壤之后 变成一个配仪器的亲母瓜 感情上最为内敛的阿叔 寻声而来 在楼梯上 听到老太太对女主人的呵斥 忍不住泪流满面 她替母亲委屈 可她又不能顶撞奶奶 阿叔跑下楼摔在地板上痛哭 因为父亲的缺位 阿叔小小年纪 就扮演着父亲的角色 阿天抱怨菜太咸不愿吃饭 阿叔就板着脸吞下一大口 吓得阿天大气也不敢出 乖乖吃饭 可阿叔也是个孩子 她需要一份有担当的父爱 等阿天问女主人 父亲什么时候回来时 阿叔扔下饭碗跑出了大厅 躲进角落偷偷哭泣 女主人陪在一旁 伤心地捂住面颊 感受到母亲的难过 阿叔的小手攀上了女主人的脚背 母子连心 只有种子 知道青木瓜的心里有多空 千盼万盼 布匹店终于有了生意 前一到手 女主人便拿出一大半 让老婆去买米 不管男主人在不在家 她总要把自己的孩子们抚养长大 生活刚有点起色 男主人回来了 她花光了钱之后 带着一身绝症回来了 为了给男主人治病 女主人卖掉了家中 仅剩的一只古董花瓶 女主人花重金请来名医 也没能挽留男主人的生命 小梅在菜盆边打瞌睡时 男主人彻底离开了这个家 对于女主人来说 这或许是一种解脱 十年后 小梅已经长成了大姑娘 她依旧纯真 喜欢看蚂蚁搬家 喜欢斗蟋蟀 老婆已经嫁喝西去 阿中娶了媳妇 她长成了男主人的样子 最新音乐 总是抱着一把琴 阿中的妻子和女主人有几分相像 她经营着布匹店 向阿中报告着最近的营收 上帝向来懒得写剧本 总是让不同的主角 走一样的套路 阿中夫妇的未来可以预见 阿叔战死沙场 阿天沉迷创作 整日不着假 青木瓜结下的种子 长成了各种各样的样子 青木瓜自己也老了 女主人已经一头华发 住进了老太太的阁楼 而老太太也成了佛刊上的一张照片 从生到死 从乳汁到种子 归于尘土 是每个青木瓜的归宿 沉沉浮浮十余年 这个家已经入不敷出 几近衰败 家中的古董外建 已经典当殆尽 苍老的女主人 把小梅叫上阁楼 交给她一套嫁衣 这本是她为小桃准备的嫁衣 但如今 小桃已经用不上了 这么多年的相处 女主人已经把小梅 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这套嫁衣 就是她给小梅的临别赠礼 家里已经养不起仆人 她把小梅推荐给了 阿中的朋友阿全 小梅临走时 女主人隔着站栏 看小梅 忍不住俯身痛哭 她送别的不是小梅 而是早在17年前 就已经死去的小女儿 换了个主人 小梅依旧勤勤恳恳 她总是不自觉地低着头 这是几十年 女仆生涯留下的习惯 她给阿全做饭 给阿全弹琴的时候 打开台灯 小梅的到来 让阿全的豪宅有了光亮 只是阿全还未注意到 她已有未婚妻 未婚妻是个 流洋回来的新时代女性 她会缠着阿全去餐馆吃饭 会摸着阿全的头说 我大概是唯一一个 在结婚之前 抚摸未婚夫头发的女人了 她对小梅有莫名的敌意 会试探阿全对小梅的印象 会像个警惕的母老虎 在阿全的房子里 留下各种各样的物品和痕迹 有时是梳妆敬前的花瓶 有时是落在门口的高跟鞋 她的直觉没有错 小梅喜欢阿全 更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了 那日阿中请阿全到家中吃茶 完全不同于阿中的阳光帅气 阿全的气质更加风流替她 仅仅一面 小梅就被吸引了 那时小梅情窦初开 向起懵懂 不明白什么是爱 她只想吸引阿全的目光 但阿全再次来做客时 小梅央求老仆 让她单独炒菜 学了这么久的做饭 她想让阿全尝尝她的手艺 那天 小梅将凌乱的头发 梳理得整整齐齐 换上了一身新衣服 洗干净的小手小脸 满脸笑容的送餐 小梅依旧是微微低头的姿态 气质却焕然一新 阿全诧异的目光 在小梅身上停顿了两秒 这一点回应 就足以让小梅欢呼雀跃 毫无疑问 对待爱情 小梅十分勇敢 她敢去争取 敢为自己创造机会 但小梅和阿全之间 注定不可能 一个是音乐世家的天才 一个是出身卑微的女仆 她们之间隔着阶级鸿沟 小梅应该早点放弃 但老爷爷用亲身经历 教会了小梅 爱是深情 亦是长情 喜欢不一定要在一起 只要能待在她身边 守护着她 也是一种深情 当小梅从女主人手中 接过嫁衣时 内心除了离别愁续 还有几分欢呼雀跃 和思思期待 她规规矩矩地 做着自己的事情 打理阿全的生活 她看着阿全 与未婚妻打情骂俏 目送阿全和未婚妻约会 她默默运烫好阿全的衬衫 心中只有满足 没有嫉妒 但阿全却渐渐关注到了 总是一生不吭 默默做事的小梅 小梅拿走她的皮鞋时 阿全的目光从书上移开 时隔17年 她再次看到了小梅 小梅依旧是17年前的小梅 会因为阿全的一个目光就欢呼雀跃 可她是个传统女性 不会像未婚妻一样 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喜欢和讨厌 趁阿全不在家 小梅拿出女主人赠予自己的嫁衣 对着镜子左照右照 仿佛已经成为阿全的新娘 看了半天 小梅仿佛想起什么 跑到阿全的卧室 从抽屉中拿出一支口红 这是昨夜阿全为婚妻留宿后 不慎落在这里的口红 小梅自顾自地美美答 一不留神注意到了镜子中的另一张脸 阿全已经回来了 她在门口偷看 小梅慌忙地将口红还会去 在豪宅中四处躲藏 她安于暗自喜欢的现状 不想被阿全发现 两人在豪宅中展开追逐 还是撞了个正着 小梅羞怯地低下头 目光却是忍不住地往阿全身上瞄 她知道阿全的心里有她的位置 因为她在阿全的抽屉中 发现了阿全画的画 画中人正是她 阿全注视着面前美艳的小梅 内心烦闷 她有未婚妻 但她发现 她已经习惯让小梅入侵她的生活 当未婚妻再次来临时 阿全拒绝了约会 用烦闷的琴音 宣泄着自己的愤怒 未婚妻面色一变 她察觉阿全可能变心了 她撑伞而去 却在窗边停下 她在等阿全追出来 可阿全并没有这么做 她自顾自地弹琴 小梅已经做好了饭 送到一边的餐桌上 未婚妻终于还是发现了小梅的画像 她愤怒异常 打砸了豪宅中的一切 然后摘下婚戒 黯然离开 阿全捡起婚戒 面上没有一丝波动 晚上 她走进了小梅的卧室 小梅换上新衣服 她成了阿全的妻子 阿全教她十字 她照顾阿全的生活 小梅又做起了那道经典的小菜 凉拌青木瓜 她将剩余的木瓜剖开 露出里面晶莹剔透的种子 当青木瓜熟透的时候 会迅速变黄 一夜醒来 枝头就变得黄腾腾了 小梅穿上一身贵气的黄衣 好像一尊佛像 她一手轻抚运度 一手拿着书本轻声朗诵 对面 正在弹琴的阿全 时不时抬头望向小梅 镜头缓缓上移 露出一尊佛像 谁知道这是小梅的一场美梦 还是小梅逆起的人生 金菜菜的阳光下 熟睡的小梅脸上洋溢着幸福 看她衣着精致 这场梦应该有几分真实 电影《青木瓜之味》 是越南新电影的扛顶人物 陈英雄的个人首部故事长篇 据称陈英雄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所以拍下了这部作品 电影展现了三代人 三代女性 从自求于阁楼 到至死都不接受老爷爷爱意的老太太 到有自己的事业 依旧担下无名指责的女主人 再到传统的小梅 与新潮的未婚妻之间交锋 三代人的思想得以展现 从封建愚昧 固步自封 到努力打拼 为子而活 再到敢于表露爱恨的小梅和未婚妻 三代人的变化 是女性艰难的转身 而在男权的社会里 不管她们如何勇敢和努力 她们仍旧是被选择的对象 温婉传统的小梅 才是男性眼中的理想配偶 下的厨房上的厅堂 长得漂亮 而且会朗诵有格调 一心一意的爱慕 心甘情愿怀孕生子 只是这样的女子 能收获幸福吗 老太太和女主人殊途同归 已是前车之鉴 但我仍希望小梅会足够幸运 变成现实的灰姑娘之梦 才最美丽 变成现实的灰姑娘之梦